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做的菜忙活的累 零天三年多 你吃了一件抹豆浆这一套 油条 炸糕麻腿这一套 你都弄了 早上咸花 包着面都咸花 全业找钱别得辛苦 全业弄早餐点算是可以的 虽然那个消费稍微 费用就是花的时候吃的包 这一天三月就是算这个算最便宜 全做早餐不移情吗 移情我饭点生意不行吗 我是属于隔出来家的早餐 先学 先卖 饭点没生意 没开之前才学的早餐 早餐一晚到中午 中午 中午以后又没了 食材有啥 就豆着面 就做油条 油饼 包着 没什么食材早餐 那肯定午餐喝过晚餐呢 就你这样早晨不用早起 晚上不用靠啊 你晚上 你看你早晨早起 你晚上得把第二天早晨 这些这些馅子包包的馅儿 你都得备好吧 切啊 洗 你都得弄出来 你可不能早晨第二天早晨再弄啊 所以 这虽然说早晨 这一天都不想 他每天 每天用了点料 都提前 提前备好 就是 你是 米用多少 还有糯米啊 浆米啊 这是 黑米啊 白日啊 这都提前备备好的 早晨就是你来了之后 早晨起来之后 加水 你这些东西 备多少水 它有比例的 其实你的提前就是准备工作 把准备工作做好了 早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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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就是普通老百姓的 就附近的 早晨起来之后 都早晨起来上班 送孩子来 早晨起来很� 你说的除了 你看看早晨的时候 小晨起来经 ningthing of the day 早晨起来 早晨起来 dio 来起来就ев了 现在而且开 去他们去早晨起来 来着吃饭 蒸的时务 短短 那去上班 我说你早晨起来 土豆台 5很好的 成工作 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